为了要让部落的孩子有完善环境打球 也提供原住民级棒球选手退役后就业 在去年102年的时候 圆明会就有办理原住民棒球产业培育辅导就业试办计划 就有16位分别在各部落学校担任棒球教练 这项计划改新方式是按照体育署教练标准 西级教练薪水有29000到31000元 比级教练薪水有33000到36000元 而试办计划将要实施一年了 在8月31号结束 有教练说曾经因为薪水低 为了生活就要直接放弃棒球找其他工作 教练有工作嘛是不是 第二个我们可以付出以前的技术 也有教练说因为本身从小就打棒球打了一辈子 受伤之后担心自己因为学历低找不到工作 所以圆明会的这项计划给了教练们一道输光 给我们教练一个就业的机会 让我们发挥我们自己的所能 发挥自己的本能在基层训练里面 让学生 学校或者是学生 都有很好的发展的一个空间 圆明会表示经过六月份的评鉴 跟严格考核以后通过80分的教练 16位当中有14位是通过考核的 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学校指导学生棒球 通过80分的这个专任教练也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平和的这个机制 那我们留下14位 那这个14位的专任教练在103年 他们还会继续的在他现在所任的这个学校去当任这个专任棒球的这个专任教练 102年的试办计划也即将在8月31号结束 今年圆明会将原本的16位补助名额增加到25位 报名日期也将从7月底公告之后到8月10号为止 接着暗算岛校跟比亚加达德班台东台北采访报道